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帮大家回忆一下 在遥远的北欧 我们年轻的战神 开局就死了吗 在悲痛之中 他决定实现母亲的遗愿 也就是将他的骨灰撒在九届当中最高的山峰 他带着年迈的老父亲 决定踏上真城 还没等出门 就来了一个 不怀好意的 不良中年人 于是老父亲就和这个中年人扭打在了一起 但是因为画面太美 年轻的战神根本就没眼看 那么解决了这个不速之客以后呢 两人就正式踏上了冒险之旅 这一路上呀 年轻的战神 向着经验丰富的老父亲 虚心学习 学到了好多有用的知识 当然也结识了一些善良的NPC 这其中就包括 善用魔法的临终女巫 还有傲娇的矮人铁匠兄弟 粗鲁的哥哥Broke 和有洁癖的弟弟Sintry 还有说话虽然非常大声 但是一句也听不懂的世界大蛇 上山的路并不好走 两人刚走到半山腰 就被口吐芝麻糊的巨人挡住了去路 于是呢 在临终女巫的指点下 两人决定去趟亚夫海姆 巡回世界之光 在精灵国度 两人不但找到了亚夫海姆之光 还顺带解决了暗精灵之王 真是有意义的一天 破除了黑暗迷雾 继续前进 他们又遭遇了山中的巨龙 父子俩齐心合力 共同完成了尚未逃拔任务 可是老父亲觉得有点累了 于是呢 他打算歇歇脚 没想到这一些 就是半年 抖转心以秋去春来 老父亲觉得休息得差不多了 又恢复了power 是时候该 向着山顶继续进发了 临走前呢 我们听一下Sindry的一番感言 可以看到Sindry他这个人是相对比较这个呃 思想相对开放的 喜欢接纳新的事物 但是Block呢 相对又比较执着 比较死板一点 我们这个再看一眼 这之前穿的这些装备啊 开的这些这些技能 啊 之前是拿到了雷电剑呢 一口气把这个雷电剑所有技能全开了 虽然身上看上去有好多钱好多经验 但其实一用就没了 所以咱们暂时就啥也不生 好 我们这里拿到一个轻攻击的这个卢恩符恩 叫提尔的复仇 这个是对单体敌人相对比较好用一点 他有一个牵制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 这个斧子造成持续伤害那段时间呢 你就只能空手补刀了 好 那么前面登场呢 是一种这个新的敌人 跟这个以前的孟业不太一样啊 就是他会寄生在别人身上 然后被寄生的这个敌人呢 会疯狂回血 你可以看到他回得非常快 尤其是在这个最高难度下 最高难度下这个 你根本打不掉他那点血 咱们用这个刽子手的劈砍 强行 强行把他干 这个血量够才行 要不然的话你这个 砍完以后那个收刀的动作 他血又回一半 那么接下来就一连串这个 用雷电剑来解谜啊 把这个东西摇上去以后 把这石块给炸下来 炸下来又又出来一堆这个梦魇 当然这次因为没有敌人可以寄生 所以说他们就很弱了 就随便打 而且这个 Atrace的这个儿子这个剑 这个雷电剑对他们特别有效 因为这个 不同的敌人他耐这个晕眩的 耐麻痹的这个耐性不一样 像这种怪就特别容易被麻痹 往回走这个捞一个箱子 从旁边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开的楼下这个宝箱 还挺明显的 应该不会错过 可能这个是容易错过的 虽然你可能刚才看见了 但是你这一来二去这个打打完之后可能又忘了 是一个杯子 这个山这个区域呢是六个杯子 咱们这一期可以收集到四个 上一期收集到两个 然后这次收集到两个 还剩两个呢 要下一次来爬山的时候才有 好 这里一场战斗的 右边有人嘛 前面也有人 我们先想办法把这个远程给干了 然后把这个梦 梦夜给干了 不要让他寄身到旁边那个刺头头上 然后这个刺头呢 他因为是元素怪 这个这个斧子对他是没有用的 所以要用这个 光剑配合这个盾牌 把他打出晕眩 然后强行出绝 然后这边给了一盏灯呢 这个灯主要的用途还是 这个绑你晕怪 因为这个水晶被点的时候 周围的怪都会滋了一大量的晕眩值 你要是这个 那个梦夜 刚才那梦夜钻到敌人体内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 这个通过把敌人打晕的方式 把他逼出来 逼出来把他杀了 趁敌人晕的时候 把那个梦夜先杀了 所以你要么直接干掉他 要么把他打晕 都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怪给逼出来 这里的话 三个人在那祷告 我们上来 上来就是绝招连放 放完绝招以后重置 儿子拉仇恨拉得好 没用的老父亲 全靠儿子 这边这个桥呢 需要解个谜 我们拿到这个雷电剑以后呢 集中了大量的这个需要 有雷电剑来 哎呦 这个扔的偏了 集中大量的需要用这个雷电剑来解谜 也就是这种树脂 然后这样这个树脂呢 跟之前打这个巨龙boss的时候 一样是取之不尽的 所以说可以随便捡 当然这个树脂也不能用来杀敌 就只能开这种门 然后把桥放下以后呢 往回走 这有一个门 那里面是一个神坛 这里讲的是伊米尔 或者叫尤米尔 这个创世巨人的故事 左边可以看到他 这个胳膊下生了两个巨人 然后垮下又生了一个 那这边呢 是这个奥丁三兄弟 把这个伊米尔给干死了 这个算是第一次 北欧神话当中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是巨人族和这个阿萨神族 那个时候可能也没有分 那个阿萨神族还是华纳神族 就是神族 然后这边这场战斗呢 重要的还是把远处那个 不要让他寄身 那么被寄身的也不要慌 可以留着这个敌人不打 因为他是个远程 他也只会骚扰 所以没关系 我们先把这个 其他敌人给干 让儿子放个狼牵制一下 这个外域重金呢 他的麻烦的地方就在于 前面要有一个特别长的蓄力 这段时间也是比较脆弱的 而且是就是被敌人打中 不会出硬直 也就是说你会强吃伤害 有点像那个 那叫什么霸体的效果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就让儿子积极的吸引一下 仇恨或者说是多射几件 这个麻痹一下敌人 牵制一下 然后把这个配合把它放出去就好了 好 我们这里啊 这个人杀光了 往回走了 一方面呢 一方面呢 是这个把旁边那个封印给打掉 还有一个呢 就是再剪一个树枝过来 把这个碑文给念一下 神族大战 这个之前我也说过 好 我们这里再回去 第三个这个 第三个这个 这个标志 这个石头 符文石头 藏得非常阴险 在这个楼上 把这个桥再推回去 然后这个棺材呢 还有一个宝箱怪 有一个这个没死透 这个人 虽然进棺材 像这样 像柜子手的劈砍 还有像外遇重击 这些都是需要蓄力的 在蓄力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儿子过来这个 牵制几件 然后趁机 自己把绝招给放 踩错了 不想踩这个 4瓦塔发现纯钢 这硬钢还纯钢 字有点小 看不太清楚 那么三个这个开完 这边又可以拿到 一个一灯的苹果 咱们这个血量和 和这个怒气槽啊 都好像是升级两次了吧 我也不太记得清了 但是这是最后 应该是最后一组的 第一个苹果 应该是能一共 能升级三次 路上跑路呢 快进去 好 我们这边呢 就看到了这个山巅 终于看到山顶 爬山最爽的 就是看到山顶 老附近 磨刀不误 砍柴工的道理 要交给儿子 现在又没有敌人 对不对 赶紧修一下装备磨磨刀 地石拿出来用 保持这个白斩才行 不过他的弓箭 好像没什么白斩 好 这里呢 前面我们用一下 这个之前新拿到的 那个叫海姆达尔的号角 我忘记 有没有演示过这个 这个呢 很显然没有 我们现在这个解放潜能的 这个护身虎 好用 但是给大家看一下 反正这儿的敌人也比较弱 这里尽量就是打一个这个 打一个这个弹板 或者说是这个 哎呀 这人怎么回事 用这个盾牌把他们打下去就行 打一个晕眩 是吧 然后像这种 哎呀 我们来一样 海姆达尔的号角 直接下去了 这招是强吹飞 而且会积蓄大量的这个晕眩 如果能撞到墙就更好 哎呦 这边是没有什么篮杆遮挡 所以说打下去非常容易 就不用跟他浪费时间 就全部打下去 完事儿 这边还掉了个血 绿石头 这里的人掉钱也是随机的 有的人是 有时候我打这一趟 会掉两到三个钱 有时候就只有一个钱 这次就是这个运气比较差 好 然后呢 先不急着上去 左边 左边还有一个杯子可以剪 好 那么就四个干杯 然后前面这个地方 还有这里都是有金子挡 暂时还上不了 咱们走边上爬上去 是的 是的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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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why we're here the last visit managed to loosen your tongue that sounds like the same man who came to our house you said you killed him shhh i think you brought company this time it must be important if the sons of thor dean to grace me with their presence tell me you two still trippin over yourselves to impress daddy the tattooed man tracks show he now travels with a child where would they go next why would i know that you the smartest man alive aren't you smarter than all the dead ones too you help me i help you tell me where they are and i'll talk to odin your father won't let me go balder and he won't let you kill me you have nothing to offer me so take your questions take your threats take these two worthless wankers and piss off 好吧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we'll be back for your other life don't you forget 可以看到这个之前来过的陌生人 亮明了身份 这个人呢就是北欧神话当中的光明之神 巴德尔 鲍德尔 他们俩呢是这个奥丁的亲儿子 啊 应该跟索尔是兄弟关系 雷神索尔兄弟关系 他刚才呢带着这个呢 相当于是两个侄子 就是 索尔的儿子 他不知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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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保持这样的 谁是你 我 我 我最大的决定 给你的余伎 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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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每个角落 这些地方 每个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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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叫我 Mimiya 最聪明 我 我会答应 你每个问题 why does the son of Odin hunt us ok there are a few gaps in my knowledge Mimiya 表示你这个 游戏编剧瞎改的 希腊神话 是穿越进来的 我怎么怎么知道呢 i'm a clever lad i can piece it together promise given time nobody there just like i said boy's mother is dead she wanted us to spread her ashes which is on the highest peak in all the realms oh then you've come to the wrong place little brother the highest peak in all the realms is not here in Midgard is in Yotnheim the realm of the giants no i could not be what she meant 儿子刚发现 暑假作业做完 结果一看封面 暑假作业上 还有中和下呢 the highest peak in all the realms the highest peak in all the realms see that mountain looks like a giant's fingers scraping the sky that's the highest peak in all the realms no here can we just take that bridge we have a bifrost when the giants destroyed all other bridges to their realm they locked this one up with a secret rune if it still exists only a giant would know it and all of them left Midgard a long time ago true but today the winds of fate have kicked up a strange vortex of coincidence the fact is there's only one person alive who can get you where you need to go and luckily for you my schedule's wide open we're going to yodnan right it's your best and only move from a tactical standpoint it's the one place the man who cannot be killed won't follow you what do we do yes first you need to cut off my head wait what odin made sure that no weapon not even thor's hammer could free my body from these bonds but fortunately you don't need my body the trick is we need to find someone who can reanimate my head using the old magic old magic here's a witch of the woods she knows the old ways and she'll help she might do worth a try but if she fails he will be dead he tortures me you know every day brother worden himself sees to it personally and believe me there is no end to his creativity every single day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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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n't living very well oh i can't watch this brother in case she can't resurrect me there's something you need know boy the longer you wait to tell him its true nature the more damage you do he will resent you and you may lose him forever there is much about me i would not have him know so you value your privacy more than your son i'm going to cut off your head now heed enough i'm coming to beat the black i'm coming to the ghost 上次这个脑袋是个手电筒 这次的这个脑袋呢 是个收音机 当然了这个收音机现在还要坏了 要我们去修一下把它修好才行 好我们不可能顺着原路返回了 咱们走这边 这边应该是刚才这个 巴德尔他们来的这个路 我们这里拿到这个穆斯贝尔海姆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盘来着 已经三片了 一共四片 这次就能收集齐了 符文对照盘好像就 其实就是个字典嘛 前面的话是死路 但是以后可以从这个地方回来 咱们这里呢 就直接用这个传送门回broker的上面就行 怎么又一次进入了这个世界树啊 Egdrasil的这个一个叫什么 空间裂痕吧 其实是一个用来读盘的地方 所谓的这个无缝读盘其实也是有缝的 这个缝就在这儿 只是让你在读盘的时候有点事干 傀爷不能让你知道我的底细 说到最后一个巨人 其实这个我们腰间挂的这个美密尔也是巨人租的 这里我们先跟brock来对话一下 brock吃大餐呢 每次遇到这个矮人都会给你这个斧头 稍微加点手劲 都稍微加点手劲 都稍微加点手劲 这里呢我们发现这个爪弓和这个箭筒材料都够了 爪弓需要一个硬钢 但是我们有两个 爪弓和箭筒都可以升级 但是这个钱不太够 所以我们要卖一下文物或者卖一下这个装备 绿色这个品质呢 我们现在基本是用不着了 所以说可以统统卖掉 像这些穿不了的装备呢统统是都可以卖掉 虽然这个卖出去的价格比你买进来的时候要低 但是因为不少的装备都是直接捡的 所以说也不亏 然后这个装备卖完再卖一下文物就差不多了 咱们尽量不在这个文物收集齐的之前把它卖了 像这个传手巷还有这个杯子啊还有这个这个什么面具连面 这些都没齐 虽然说你卖掉了也不会影响你这个收集 你收集齐的时候它还是会弹奖杯 但是说呢这个不卖掉看着爽一点 是吧集齐了以后再卖 虽然没有奖励但是看着爽 我这里犹豫了一下还是伸了这个箭筒 箭筒伸到顶呢 这两个都是差最后一级伸到顶 箭筒伸到顶呢就可以多一只剑 三只剑变四只剑 然后这个冷却时间也会缩短 然后这个弓箭伸到顶呢 会开出两个比较强力的这个一个光之剑 一个电之剑的这个技能 先伸哪个都行 反正这个两个东西我们最后都是要优先伸满 反倒是老父亲这边的装备呢 不怎么需要买 咱们尽量用剪的和这个做任务给的那些 买这个装备是挺不划算的一件事 可以看到这个brok 虽然和Sindry意见不合 但是他还是挺担心这个地理的 所以说是这个傲娇的海人兄弟 我们出来的时候呢 是从Shor这个雕像的胳膊这出来 你可以看到那个胳膊腋下有一个三角形的山洞 应该就是从那出来 水位降了以后呢 我们从这个Shor的裤装回去 都不是有点奇怪的地方 这儿先听故事 儿子都会抢答了 老父亲一度陷入尴尬 你讲了什么故事 老父亲稍微有点近视 这个儿子有一些特殊能力 可以感知到一些不存在的东西 可能儿子已经看过这个战神的 是吧 后面那几集了 这边我们看一下 我们来的这个 在着这个地方 出现了一个隐藏的国渡塔 这个国渡塔 其实就是巨人国渡的这个国渡塔 我们可以看到地图上 其他几个国渡的国渡塔都在 就是这个巨人这儿不见 这里我们让这个老父亲把故事讲讲完 好 好 好 mere scorpion asked the frog for help he told the frog that if he gave him a ride across the river on his back he would be rewarded the frog protested fear that scorpion would sting the scorpion assured the frog that he would not sting him or they would both drown in the river the frog agree but halfway across the river the scorpion stung him 虧姐讲了一个狗赶不了吃屎的故事 好老父亲说这个enough stories呢 后面就不会再讲故事 但是还会讲一段这个 他还会讲一个这个 然后呢后面就没有故事 也没有这个什么 就陷入循环了 老父亲会不断问他什么左前右前的事 咱们后面就不听了 为什么让老父亲把故事讲完呢 因为这个一会收音机修好了以后 这就轮不到老父亲讲故事 你知道吗 老父亲这一肚子非常无聊的故事 就没机会讲了 所以我们让他把这个故事讲讲完 挺可怜的 一会儿就是美米尔的主场了 这里我们开一下这个升降机回到这个女巫的洞穴 从后门进去 好那么这个回到女巫的洞穴 可以看到之前开不了这些红色的门都可以开 这里我们换上猎尾坦的波纹 和这个双巨人的狂暴就是除大帝 然后这个护身符 要换成这个解放潜能 好吧 这个门打开呢 就会刷敌 这边刷的这个人呢 是个是个男 还拿盾牌的比较麻烦 用这个 用这个这个双击防御把它破防 然后让儿子后面射箭把它麻了 用这个刽子手劈卡虽然也能强行破防 但是后面接不太好接 我们先不要管那个女巫 那个女巫老是瞬移 先把其他好打的给打掉 一直使用吹飞技能就可以一直追着打 然后保持移动 这样女巫就打不到你 这边呢让儿子去打晕眩 因为女麻痹说错了 这个女巫呢 是对麻痹抵抗力也是比较低的 很容易打麻痹 麻痹以后你就可以随便打 这里我们用两个猎尾坦的波纹 先把他麻痹 别让他乱跑 然后用一个 好吧 丢人了 用这个 这个又放空 那就只能硬打了 反正硬打也不难 因为他很容易麻痹 麻痹以后就直接跪着手劈砍上就行了 这个 跑动当中吹飞的这一招 这一招 忘了这招叫啥了 这个斧子重劈 就很容易让你使不出这个跪着手劈砍 你想跑到他面前 然后接一个劈砍呢 很容易就出成那个吹飞剂 所以说这个这一招算是有利也有弊 但是发现这个女巫这个后门进不去 他这个乌龟 乌龟站起来 他的肚子就在地面以上 这就封住了 没关系 我们这边在他家附近的先搜刮一番 这里有好多东西可以开了 你现在有电键 有光键有电键 第一次来的时候好像啥也没有 这个穆斯贝尔海姆的 对照盘就收集齐了 这个时候你如果想要去穆斯贝尔海姆 就可以去了 当然这个其实我通关之前 也不打不打算去这个穆斯贝尔海姆和尼弗海姆 这两个地方都是刷刷刷的地方 尤其是穆斯贝尔海姆给的这个装备还很一般 还是好像都是四级的一些装备 所以说这个尼弗海姆当时给的都是 都是后期这个六级七级的 没有没有七级好像六级吧 好这里呢我们解一下这个谜 光之键把这些桥都打通 然后再用电子键 用电子键把这些树藤给打掉 两个地方一个是刚才那个地方开门 然后一个是这边开宝箱 儿子的箭矢之前说过是可以穿模的 所以说你只要瞄得准 不管儿子在哪儿都能射到这个目标 又是一个纯钢 我们这个继续向前 利用这个时间呢搜刮的时间 我们讲一讲这个米米尔的故事 也不算是故事吧 他的这个背景介绍 背景介绍 这边呢第三个这个符文打掉 后面那个箱子可以开了 不过我们不着急一会再去开 这边的箱子开开这个藏宝图搜刮一下 这边这个藏宝图呢其实非常近啊 你打开看一下就知道就是那个楼上那个乌龟那个地方 就有一个宝藏 所以说我们这拿了以后一会上去直接可以捡这个宝藏 应该是所有藏宝图当中最明显的一个地方 这个乌龟 因为整个游戏就这一个 所以你看就知道在哪儿 有一些这个给的角度都不太好 不知道在哪儿 再往前走的话会刷两个乌妖 好 女巫 我们直接把他给打麻痹 扭扭扭扭子剑 麻痹以后呢用一个烈有一坦的波纹直接打下就行 打了个擦板球 刚才那个打偏了实在太丢人 好麻痹以后让他不能动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烈有一坦的波纹 这个这个组合 非常爽 但是这个好像模型有点问题 他就是不掉下去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送他一程 送他一程 订阅 加油 主要去问你 记得把这个战利品给扔上来 好这里我们继续搜摸 讲刚才这个没说完 米米尔呢他也是一个巨人族 而且他是质量非常老 辈分非常老的一个巨人组 他是跟这个 跟这个 欧顶 他的妈妈 是这个同一辈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算是 按辈分上来算的话 还比奥顶高一辈 算是他这个 这个这个吗 舅舅 那么他在这个当初 早期这个神族大战的时候呢 神族和巨人族大战的时候 就存在了 但是呢 他那个时候 应该是没有加入战斗 因为他是最聪明的人 最聪明的人 是不会轻易加入哪一边的 这个巨人族输了以后呢 他就基本上 一直跟阿萨神族待在一块 作为这个奥丁的重要的谋士 那他是怎么成为 这个奥丁谋士的呢 其实又有一段故事 砍断这个 米米尔的头的 其实并不是这个 奎也 虽然米米尔在历史上 在神话里也是被 砍头了 但是这个砍他的人 不是这个 Cratos 是这个华纳神族的人 这边有一个宝箱 但是非常明显 可以看到这个 他的答案就在天花板上 把他砸了就行 说这个之前我讲过 那个华纳神族和这个阿萨神族之间那场大战 是吧 然后呢 双方就是交换人质 然后谈和了 就是不打了 我在讲那个科瓦西尔的那个血米酒的故事的时候 讲过吧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那么双方交换人质呢 这个华纳神族呢 给出的人质是 尼尔德 尼尔德和他的一对 这个 孪生儿女 一个是 弗雷 丰州之神 和这个爱神弗雷亚 弗雷亚是公认的第一美女 这边我们拿到一个乌鸦杀阵 这个应该算是儿子 数一数二的这个召唤剂了 一个是狼 一个是乌鸦都很好用 这个乌鸦对于群体控场比较好用 狼的话对于单个敌人比较好用 因为狼有三头嘛 连着怼一个人的话 会怼得他这个狂出硬只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趁机输出了 然后乌鸦的话呢 主要是范围广 但是他伤害比较一般 都是这个非常厉害的牵制 我们回来把这箱子开一下 这应该是 血米酒的号角 这个最后一组的第一只 后面还剩两只 然后这里搜刮完毕呢 我们就这个顺着女巫家的这个楼梯呢 上去 其他东西暂时还还开不了 还缺其他的这个技能和装备 那么继续来讲刚才这个 这个华纳神族呢 他比较老实 他就真的是送了非常厉害的人 一个是尼奥尔德 一个是弗雷和弗雷亚 但是呢 阿萨神族呢 非常阴暗 阿萨神族送过去的人质是谁呢 是海尼尔和米米尔 这个海尼尔呢 之前我讲伊登的那个故事的时候提到过 就是这个奥丁海尼尔和洛基 在出去散步的时候 那个烤肉的事情 这个海尼尔是什么人呢 其实他在神族里面也没啥地位 他是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神 而且他这个人呢有一个特点啊 有两个特点啊 应该说 他的优点呢 是这个英俊潇洒 身材高大 非常强壮 但是他的缺点呢 就是使得智障 他不怎么聪明 也不怎么说话 神情比较木讷 所以是这样一个人 然后呢 估计是这个阿萨神族呢 看他也不怎么说 觉得他这个留在阿萨神族 也没什么贡献 就把他给送到华纳神族了 然后另一个呢 是米米尔 因为你不能送个智障过去 被别人看出来怎么问 那么送一个米米尔 米米尔这个人呢 他这个虽然非常聪明啊 但是他这个 他是巨人族呢 那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这个阿萨神族 所以相当于这个阿萨神族 用这个一个弃子 加上一个外族 外乡人啊 换了华纳神族两三元大将 如果弗雷亚不算大将的话 那就是尼奥尔德和弗雷 也是两元大将 又能打又聪明 所以说这个华纳神族呢 就是乡下人比较耿直 阿萨神族非常狡猾 这个交易 这个买卖做的实在是太赚了 然后呢 这个 大家刚去的时候呢 觉得海尼尔 哇操 那么高大英俊 威猛潇洒 是吧 又强壮 又能打 又帅 又给他做了一把这个交椅 让他当了一个小小的头目 都很尊敬他 但是发现呢 这个每次问这个海尼尔一些事的时候呢 海尼尔总是要去问米米尔 原方你怎么看 每次都这样 然后一旦米米尔不在的时候呢 海尼尔就这个 就就啥也不知道了 你问他啥 我再想想 我考虑一下 大家就这个时间一久呢 就识破 这里我们看一下 这个除了这个硬打 刚才那锅敌刃 你也可以把这个 他们引到这个 这块石头这 我们这个石头除了 除了把上面那个符文给开了以外 可以搬过来 废无利用一下 虽然他搬不过桥 但是放在桥这边呢 就可以打晕眩直 把他们一个一个引过来挨个撕烂 也是可以的 高难度下可以用这种猥琐的方法 我们这个人杀光以后呢 这个乌龟就降下来了 确保安全 让我们在他脚边的挖一下 这个刚才捡到的藏宝图 这个石头呢 是个升级东西的素材 但是这个咒术还是比较厉害的 打开这个 彩蛋装一下 看一下把这个 哪个换掉 这个是四级的 我们把那个三级的换掉 龙的光辉标志 换成这个 这个是五级的 而且增加双冻的这个伤害 对于斧子 因为前期这个双冻伤害还是比较管用的 你可以把敌人打到双冻了以后 就可以随意蹂躏 它会减速 而且五级对于提升我们装等也是有用 然后这边呢 又是继续一路搜刮 搜刮 咱们就继续讲 刚才那个没讲完 然后呢 发现这个海尼尔是个弱智了 每次这个要么问敌米尔 敌米尔不在的时候呢 他啥也不知道 所以说呢 他们这个 华纳神族就觉得被欺骗了 我们这个 言弹劾的时候 给你们这个人质 都对于我们来说也很重要的 因为说实话 华纳神族除了这个尼奥尔德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弗雷雅 其他这个神也说不上来几个 非常重要的神 有历史 这个有这个神话记载 估计这个神话书 估计是那个阿萨神族写的 知道吗 华纳神族的人就没写几个 有名字的就没有了 所以说呢 相当于我们给你这么厉害的人 结果你换给我们一个白痴 一个老头 而且那个米米尔他话非常多 这个虽然他很聪明啊 但是呢 死于话多 死于话多 刚才那个沙盆呢 看不见这个答案 是因为有一块石头在后面挡住 我们到上面 登上 会当灵绝顶 再来看一下这个答案 这边会刷两个胖子 这两个胖子呢 其实没什么上 没什么这个威胁 你就连续射箭麻痹了以后 还能上去劈砍 绝招连放什么的 完全没有威胁 这个地方我做了错误的演示 这个 解放潜能的时候要确保周围安全 因为他有一个动作 这个是有硬直的 最好是把敌人这个让儿子们打麻痹了 然后再这个重置这个冷却时间 这边呢 有一个藏得非常硬的魔法脸面 这样魔法脸面呢 就收集齐了 一个是刚才这个搬水晶 过那个 就是过不了那个木棍子 那个地方 然后还有就是这儿 然后还有打一个 这个周四 这个周四 奥丁的这个乌鸦 然后呢 还有一个这个三女神 女神诺伦宝箱啊 这个暂时开不了 以后怎么再回来的时候 才能开 这边我们上楼可以看到 皮克萨 好像拍动画片呢 这儿子说不是这个皮克萨 是Vinder 那我们看见这个答案呢 就可以下去 开楼下这个箱子 这华纳神族非常气愤 就这个 一怒之下 是吧 一怒之下 就把米米尔给砍 为什么砍米米尔呢 我推测 这个这个没有 这个神话没有讲 我推测 可能是因为他们打不过那海尼尔 海尼尔至少 他虽然是个智障 但是身材高大 这个很强壮 是吧 这个得挑这个软的捏 柿子得挑软的捏 于是呢 他们就把这个米米尔给砍了 然后把米米尔砍了以后呢 把他的脑袋寄回给阿萨神族 相当于说这个 这边我们拿到一个新的召唤技能 不过这个召唤技能 说实话 不是很好用 虽然也是连出硬直 但是这种同类的技能里面 应该是乌鸦那个最强 然后他们就把这个米米尔脑袋寄回到阿萨神族 相当于是骂人了 是吧 你看给我们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把头还给你 一副又要开战的样子 但是阿萨神族这个时候呢 这个吃亏了 是吧 他因为自己也心虚嘛 好 这里面看一下收集要素啊 河口这边收集要素找差不多了 文物也齐了 九个这个面具 然后神秘通道还差两个 这个是一个是在第一个乌鸦那儿 还有一个是在这个密室里面 然后这个乌鸦呢 虽然是齐了 但其实还有一个 因为乌鸦是多一个 之前我不知道有没有说过 就是版本更新以后多了一个乌鸦 然后还有这个诺伦女神宝箱呢 刚才也看到了 开不了 然后山那边还差不着东西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这个收集进度 让我给你 现在 你们是一个贡献 做什么她说 乌鸦 这些乌鸦是危险的 你很可疑 你找到什么 你再砍掉它 明白吗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说它 我明白 如果我看到它 我砍掉它 那我问它 这是什么我问 我解释一下 我解释一下 拜托 请把我的乌鸦在那里 我还没有需要他们 现在 什么是在前面 你有什么意义这个人吗 你杀了他吗 在他的提供 他说你能复杂他 我吗 你确定你听到他正确吗 请他去桌子 Pemela 已经很久了 我已经试图了古兵 留在那里 让我们看看 好 好 幸运他的脑子还没有确定 他的脑子仍然是确定 好 好的剪 剪刀的剪刀 剪刀的剪刀他 这个古老的魔法 跟咱们好像中医差不多 那个先吃点这个原生态的什么虫子 草根树皮什么的 然后呢 多喝热水 喝喝 这样病就治好了 那是足够 那是足够的 它功夫 让我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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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不及了 你似乎很好 我做了我做了他们 那我对你什么事 我看你你的死 我能抬手 你老公 我解释 曾经我知 那些蚂蚓的渠蚓 是凤凿她的 我永远我会推出这个 凤凰 瓦霉妇? 凤凰 你也不知道 凤凰 凰 当 word出了, 由凰的脾气 凤凰是离开 由凰的凰 凰是远远 你是神 你之前是神兰 你之前是一旦的蝴蝶 但是不再 你不觉得是重要的告诉我 你真的会说我去诬识到这些 你真的会诬识到我吗 我们是带来的 现在 - 现在 - 欢迎来吧 暴躁的老父亲一听说他是神 - 骂了个字又被神骗了 - 走起来 the temple in the lake of the nine, and I'll get you to your name as promised - 没能到的 temple, what's there? - Only the last living giant in Midgard. who better to tell us the way - The world serpent? - 期待, do you know how to talk to it? - Indeed - 还没得来啊即将 门关口话呢? - 没得来的东西, than these mountains - 任何人都能用了在都國发表这个 - 除非我说的, except of course for me - 当然,都能知道他 - 那是真的 - 他不懂得来看他 But Jormungandr is a sparkling conversationalist 米米尔居然说叶梦加德是个画匣子 一会我们就知道到底谁是画匣子 这里我们就划传过去也行 然后传送过去也行 都行 然后我这里就选择传送过去 因为还要顺便找一下这个Block 找他修一修装备卖点东西 那么这个米米尔呢 刚才说了一半 米米尔就被砍头了 然后送到阿萨神祖那 阿萨神祖的心虚 因为他自己知道这个送给他们不是什么好玩意儿 所以呢就算了 就算了 这个埃达忍着 被骂到家门口了忍着 然后奥丁呢 他用了一个法术把米米尔的头给复活了 不是弗雷亚 先看这个巴德尔 光明之人巴德尔是无敌的 每个人都有异性 不是他 我怕他 巴德尔是祝福了 所有危险 所有危险 你刚才说了 米米尔 是吗 我 我记得了什么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它含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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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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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米尔 把这部分的这个 呵呵 这部分的知识藏在膀胱里 呵呵 但是现在脑袋赶下来了 这个屁股在树上呢 怎么办 记不起来了 为什么无敌呢 不过我们以后会知道 好 这里我们带着米米尔来 会一会这个 brock brock 还垫子的这个支线任务 我们没办法做 来 brock 看看我屁股上是谁 看来这两人也有点过节 我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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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要不在这些 你不给你那些 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什么 一样的什么 一样的 一样的 你不是有点够的 你得到哪里 喂 喂 你哪里是你的 你什么意思 你识识了 我吃了她 她的大小孩 很久以前 你什么事 你什么 你 她的脂子 她是你的朋友 她是你的朋友 她会很愉快 我那么好传送 拖手好惨的 被Brock给吃了 干完活 挤完奶 最后被吃了 太真实了 这里有什么素材够了 把这个失落的提尔团结手套 也升一级 这个装备是个好东西 中期特别好用 升一级4级 然后多一个孔 然后再升一级是5级 又多一个孔 而且什么属性都加 那么下一关呢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搞 这个提尔的团结套装的 另外两件 在中期非常好用 比这些捡来的都好用 这是用多一个插槽 因为刚才捡到一个 这个咒数嘛 但是我又不想放弃 原来那个龙的光辉什么标志 这样把两个都插上去 虽然说有一些4级的 这个插槽这个碎片 但是这个虽然是3级 但是它加两种属性 也还算不错 是吧 而且这个多一个插槽 对于你的装等提升是非常大 就是相当于一个插和不插的区别 但是插4级还是插5级 还是插3级 这个其实差一点点 那说到呢 这个奥丁呢 他把这个米米尔给复活了以后呢 就把米米尔挂在自己脑袋上 不是 挂在自己房间里 然后呢 就经常去请教他 因为他是最聪明的人 这边呢 这个 奎爷之前碰到 号角不敢吹 上次吹号角吹来个爷爷 这次吹号角吹来个孙子 然后米米尔来吹 为什么他这么做呢 Odin曾经那些雕像 做到奥丁 然后看到世界 Suffman完全拒绝了 那个脏子 他可能是疲惫的 但是 那不难吗 他和Thor有很不舒服的歷史之处 或是他们会,反正 所以我认识,醒醒来看它 比较比较多的想法 的枢枝壁滟通过他的窗户 你想我问他吗? 没有 我们唯一只关键是 Jotunheim 好,祝我幸福 啊 啊 你 在我 我還沒得 我還沒得到 你 那你 你 我以为... 哦,那是那大事 他知道你的失敗 他会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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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e for Boora 興奮 那是甚麼? 沒問題 他在做甚麼? 確定我們正向正方向 聽謹慎現在 我們需要兩件事 進入大陸的大陸 第一 我們需要學習的旅行 旅行旅行 第二 我們需要把旅行旅行 進入大陸的大陸 那是那一位 我們剛才認識你? 正確 除了大陸的大陸 看到沒有普通的大陸 會做到的工作 只能有魔法的大陸 開開那門 幸好我知道 那是不遠 他好像有點害怕 那他 他覺得我說 你和Odin 你會抱歉 我從來沒有說 在古代的語言 很瘋 米米爾這個亂說話 差點是大蛇 就把意大利炮端出來了 後來 還好 及時糾正 端上了意大利面 好 經過這段劇情 水位就下降第二次了 就會露出更多可以探索的地方 從這兒開始 你如果想做支線摸魚 啥 哪怕你一年兩年不更新 都沒有問題了 是吧 當然這個支線和主線還是要平行著做才行 不能光做支線 因為你會發現好多支線真的超難 這邊呢 這個八個國度塔 包括這個我們現在沒見到的這個巨人國度的國度塔 都有這個火盆 把這個火盆 讓那個兒子說 這個念出上面的字呢 啊 就可以點燃這個火盆 當然這個火盆 要全部點燃的話 還需要這個尼弗海姆的這個複文對照盤 八個火盆好像全部點燃 是不是也有個獎盃還是啥的 還是個這個任務完成之類的 忘了 那麼這邊呢 我們就撿上 剛才那個是個傳手項目 然後就下來 這邊又會遇到一些這個煩人的夢魘 慢慢打 而且還不是一次性刷出來 還慢慢刷 走一段刷幾個 剛才說這個 說說完啊 這次快完了 奧丁呢 把這個米米爾掛在自己那兒 經常有問題呢 就問問他 相當於是自己的謀士 比如說這個問問 哎 是吧 米米爾米米爾告訴我 誰是世界上最帥的人 當然是您 這樣的 但是這個米米爾呢 他不僅是如此啊 他跟這個奧丁這個蝦掉的眼睛也有一定的關係 但是這一集呢 已經快完了 所以說這個事呢 我們留到下一集再講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上又有一個藏寶圖了 這次拿到好幾個藏寶圖 這個也撿一下 這個藏寶圖 因為剛才又殺了敵人 圖鑑又刷新 地圖又刷新 這個藏寶圖還沒彈出來的 這個其實 剛才旁邊還有一個傳送點 像這樣的傳送點 我們看到了一定要靠近它 讓它這個地圖更新一下 這樣的話 以後這個傳送點 它現在是只有這個單向傳送 以後是可以雙向這個隨便傳送 到那個時候啊 你就會後悔當時沒多開這個傳送點 像這些傳送點路過都把它打開 這個上去呢 是這個可以遇到新水 不過這集呢 差不多就先到這兒 我們這個寶藏啊 支線啊什麼的 我們下一集再見吧 請怎麼收典 請不要 bits 你 嗯 我的